下面我们来看一则猖狂非裔贼扫荡华人区 连偷15家 盗财26万的新闻 当地时间8月31号 纽约市警对一名非洲裔男子发出通缉 称其涉嫌在布鲁伦华人聚集地 贝瑞吉连续犯下15起入室盗窃案 受害者多为华裔涉案金额达26万元 警方表示 该非裔男子在过去的两个月内犯下15起盗窃案 且每次都采用相似的作案手法 串白贴民众上班 家中空无一人时 攀爬公寓楼外的防火梯 防火墙 或是从安装空调的窗户进入家中行窃 最多时一日连到三户 据悉 首宗案件发生于7月10号上午8时45分 在位于舒尔路叫Harpercourt一间公寓内 该窃贼通过防火墙翻入一个单元 盗走价值8600元的珠宝首饰 7月26号早上7点30分 该窃贼在四大道交82街的一间公寓犯案 从未上锁的厨房窗户入室 盗走苹果手机 相机和价值1065元的首饰 同日下午1时左右 窃贼再犯案 盗走一笔现金和价值5000元的首饰 下午2时 他再于七大道交81街的公寓楼犯案 从空调窗户进入盗走现金 8月12号早上7点30分 他又通过未上锁的卧室窗口进入五大道 交83街的一户人家 盗走价值63000元的首饰 两天后的早上9时入窃72大道的一间公寓 盗走总价值76400元的首饰 8月25号下午2点30分 该男子通过防火墙来到三大道的一间公寓卧室单位内 但未得手 随后从车库门逃逸 隔天下午2点许 窃贼闯入位于Battery大道交88街的一间民宅时 被屋内住户发现 继而逃跑 据悉该名嫌疑人最近一次犯案 是在8月28号凌晨12时25分 通过防火墙闯入11大道交78街的一户人家 盗走价值75000元的首饰 根据纽约警方公布的图像 该嫌犯是一名身材高大的非洲裔男子 警方呼吁民众积极提供线索协助破案 知情者可拨打纸罪热线 也可登陆纸罪网站或通过手机短信提供线索 消息来源绝对保密